由吴亦凡主演的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终于在本周二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从歌手转变为演员 吴亦凡的电影《原梦之旅》 虽然有导演徐静雷在身边指导把关 但是他多少还是会有些坦克不安 那吴亦凡首次出电究竟表现怎么样呢 这个片子当中的主题曲也是你来演唱的 在这个对你来讲就是驾轻就熟了是吧 还是用了挺多时间的 也是跟我好朋友一起创作的 当时也是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是自己的电影 我觉得我需要自己去担任这个制作人 去把它给把关好 所以当时还是花了心思去把它做的质感高一些 好一些 这是第一次从歌手到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迈进的过程 对对对 演戏是一直来说我的梦想 然后我特别想尝试的东西 第一次能够尝试到大英莫及的特别的成就感 以前会说看到哪个片子里面的一个人物会觉得说 如果是我演会怎样怎样 会会会会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种这种想法 一看就觉得哎呀 这要是我演多好啊 比如说这个经典的周润发老师演的那个 英雄本色那一段 就那个吃炒饭的那个女的章就看过人 就那个那段就特别有印象 每天演的我 这些饭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觉得很好吃啊 许岛这边找到你的时候会很意外吗 多少有些意外吧 微凡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男孩 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酷 有时候就完全是一个活宝 像大男孩那样乐乎乎的傻乎乎的 大家在工作他是来娱乐大家的 来 大家把手提起来 各位请问 那电影上映的时候你会包场请朋友们 亲朋好友去看电影吗 肯定有 希望他们都支持我的电影吧 那你会紧张吗 会问他们觉得你的表演怎么样吗 会紧张 我可能就不问了 我就不问了 我可能就问他们说 电影好看吗 他们说好看 我说那行吧 我不会去问说 你的表演怎么样 我不会去问你 我一定不会问到你 无论是早在韩国作为EXO成员出道 还是回到国内独立发展 丰富的从艺经历 史无亦凡对于表演并不陌生 但此次出演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却让无亦凡遇上了难题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需要去 去克服的困难呢 这个角色是一个音乐家 大大提琴的 所以其实这个一开始就是 是个挑战 因为我没学过大提琴 然后也直接就是弦乐 其实它需要 真的要会拉才能像是真的 所以那时候学了两个这个 然后一开始 这其实是个坎儿 特别难 说能不能咱们找替身 但最后也想说 为了电影的效果 还是不要 大家都坚持说 一定要自己拉 我说那行 I can't hear you I can't hear you